而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就說 泛民否決政改方案 令到市民失去普選機會 責任誰屬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她說問心無愧 又希望社會反思 和思考未來的路向重新出發 何開靈報導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總結發言時說 泛民堅持否決方案 令到普選落空 責任誰屬 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即使專責小組的工作 並非十全十美 即使我們三人的表現 並非無懈可擊 但就像李卓仁議員昨天所說的一樣 我可以昂首地地說 這二十個月以來 律政司司長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和我 一直刻盡己職 依法辦事 努力在社會上尋求共識 為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 我們一直不辭勞苦 諮詢香港社會各界 就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意見 讓行政長官如實向中央作出報告 如果最後由於泛民議員的堅持 令全港五百萬名合資格選民 喪失了在2017年 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 我相信很多市民 和我們專責小組三個人一樣 都會因為選舉權被白白剝奪 而感到十分可惜和沮喪 責任誰屬 我相信市民心中有數 對於三人小組的評價 我確信公道自在人心 林鄭月娥希望社會在政改之後 能夠重新出發 無論結果是怎樣 社會或許需要時間 冷靜一下 反思一下 反省過去二十個月在香港發生的事 思考香港未來的方向 在今日之後 我們應該放下分歧 重新出發 香港是我們的家 我們仍需繼續走下去 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譚志源亦都說 對結果感到失望 熟度之難難於上青天 政改從來都是難度極大的議題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之路 今日行人止暴了 但我深信經一事掌一致 下屆或未來一屆的特區政府 和立法會 一定會吸取今次政改的經驗教訓 發揮所羅門王的大智慧 為廣大的市民推動落實普選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 亦都重申政改方案合憲合法 NOW TV記者何凱玲報導